OK 精彩继续 今天我们聊聊策略的选择 所谓的策略就是我们说的模型 也就是我们具体的买卖的方法和思路 策略的特性有一个铁三角 这是很多人 很多老股民做了好久以后还没搞明白的事情 这更是我们中国的绝大多数的不说中国 世界范围内很多就普通投资者 没搞明白的事情 因为大家总想追求一个高胜率 谁不喜欢高胜率 我做一次对一次不好吗 当然好 但是任何一件事都是双刃剑 任何一件事都有它的特点 我们不说优点 都有它的优势 也都有它的劣势 所以你管理学长经常说一句话 就是你拿宝剑的时候 一面对着别人 一面对着自己 所以我们今天来聊什么呢 策略选择的时候 我们最关心的东西到底是什么 你说做一次对一次 好不好 当然好 但是光这样就够了吗 举一个极端点的例子 我们假如说有一个胜率99%的方法 做100次 就错一次 99次都对都能挣钱 大家喜不喜欢 可能无数人拿着钱排队来找我了 小先生教一教吧 没说完呢 别着急 我说完你就不想学了 你立马就不想学了 好 假如你有1万块的本金 1万的本金 好 胜率99%的 做对的一次 无非就是盈利和亏损 做对的那一次能挣10块 亏损的那一次 赔5000 你还想学吗 有人说也想学 做对了 做对了99次 那应该是没人学了 没算错吧 这个账 如果你还不明白的话 我再说 做对一次 挣1块钱 赔了一次赔5000 这都没毛病了吧 这总算得过来了吧 所以胜率不是一切 我们投资上来讲 不光有胜率 还有什么东西 有人说叫赔率 你赌球的时候 那叫赔率 赌博的时候叫赔率 我们呢 不管那叫赔率 我们叫做什么呢 叫做盈亏比 但是很多人忽略了 另一个东西 交易机会 我们当然来说这个 胜率指的是 做一次挣钱的概率 跟挣多少钱没关系 我挣一次挣了1块 赔一次赔了100 对吧 那这一次也是盈利的 而盈亏比 就是所谓的赔率 赌场上说的赔率 赌球上说的赔率 我们不是赌博 我们换一个词 换一个文雅一点的词 叫做盈亏比 胜率 说的挣钱的概率 盈亏比做的什么 我挣这一次 挣多少钱 如果我做对了 能挣多少钱 假如抗龙油毁 我们做的话 大概是5%到10% 的这么一个盈利的比率 这一次不要想挣太多 可能超过10% 但是不多 更多的情况 我们一笔交易 做的一个一次抗龙油毁 做的这一次 包括七星老长空也差不多 就是150到110左右 七星老长空可能更低 应该是101到110 这七星啊 这是盈利的比例 而亏损呢 抗龙油毁 不管这七星啊 七星其实也不怎么用它 就大家更多的 拿它去理解 什么叫时间 抗龙油毁 我们就说 它是一个 5%到10%的 这么一个盈利的空间 而亏损 一般在150以内 所以这个盈亏比 一般来讲 是2比1 往上 比它还要多 至少是个2比1 就是亏损 亏损一比 可能赔个2% 3% 盈利一次 至少盈利个5% 以上 所以至少是2比1 挣钱一次 挣两倍 赔钱一次 赔一倍 就这样了 所以再加上一个胜率 胜率只要超过50% 都是不错的 但是这两个东西 是翘翘板 就是胜率是1比1 就50% 盈亏比也是1比1 这是最平庸的东西 最平庸的策略 也是最常见的策略 有很多老国民 什么KDJ金叉 MACD 等等的 布林黛 等等 你瞎用 那么用下来 就是1比1和1比1 你长期再来 是不挣不赔 然后呢 问题就是 交易市长是有成本的 你交易是有成本的 长期再来会赔钱 就这个原因 所以 我们想把胜率提高一点的时候 也就是胜率超过50%的时候 盈亏比就会比1比1要差一些 也就是说我挣钱的时候 比如说挣个5% 赔钱的时候 有可能会赔7% 左右 甚至到10% 单独看你 我这一笔挣只能挣5% 赔钱赔7% 10%好像不划算 但问题是我胜率高 胜率能达到70% 这个长期再来 胜率和盈亏比 你一起算账的时候 是划算的 是可以接受的 是能挣钱的 好吧 所以我们当想盈亏比高一点的时候 我就都想挣一笔大钱 我说赔 我的成本可能是1万块 但这笔挣我要挣10万 那这是一个多少 10比1的盈亏比 那胜率呢 就会自然而然降低 不到50% 甚至30% 胜率30% 做十岁 做十次里边 盈利三次 亏损七次 开不开心 不太开心 光这么一件事 但是有这么一个 1比10的盈亏比 就很开心了 做一次 对吧 我们就是这 挣了30块 赔的时候赔了7块 总总体算账 21 是正的 大概就这个意思 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就行 但是我们这个铁三角 一定要想 还有另一个东西 那有些 有些大聪明就想了 我胜率也高 盈亏比也高 有没有这种情况 胜率大于1比1 比如说70% 盈亏比也大于1比1 比如说3比1 我对一次 挣三倍的钱 赔一次只赔一份 有没有这种可能 有 但是这个铁三角 就要加上它了 叫做什么 交易机会 或者叫投资门槛 有些事情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 你发现 有些事情很好挣钱 比如说买个矿 我们形容什么叫 家里有钱 我们家里有矿 对吧 有矿可以随便挖 对吧 说明是富二宅的呢 就都这么比较 比如说我家开 开什么的呢 我们家有些垄断的行业 保证能挣钱的东西 对吧 但是这种东西 我们参与门槛很高 不是一般人能做得了的 比如说你挖个油井 你试试 对吧 参与门槛是非常高的 在我们投资来讲 没有那么多的事 没有说你爸是谁 或者是你必须有一个 什么特别了不起的关系 但是这里体现 就是我们交易机会 我们这个铁三角呢 如果光看这两个的话 一个高 另一个就会低 这个高 那个就会低 就这样的 但是你说这俩 有没有可能都高 有可能 这个铁三角 加上他 就要成立了 交易机会 就会特别特别低 胜率又高 盈亏比较高的 就是做一次对一次 做一次对一次 每次都对 大概率都是对的 而且挣钱还不少 这种情况 就不是天天有 天天有的那个 那两个 必然会有一项受损失 所以我们这个交易 策略的选择 所谓的策略 再说一遍啊 什么叫策略 就是我们说的模型 或者你说的交易思路 交易方法都一样 这个策略的选择 铁三角 三选二 最多最多选两个 不可能三个都占 对吧 所以 我们一般来讲 我们要求胜率也高一点 盈亏比也好一点的时候 你就知道 这种机会不是天天有 当我们希望 我们经常能有机会 比如七星落长空 比如个股 你去做抗流毁 这个机会会比较多 但这个盈亏比呢 可能就一般 胜率呢 也就那么回事 就可能略微比50%多一点点 盈亏比呢 盈亏比那个时候 可能就会差一点点 就不到一比一了 所以这个铁三角 根据我们每个人的特点 根据我们的喜好 有些人就喜欢高胜率 我就希望做一次做一次 我就开心 盈亏比差点我能接受 那是你的选择 没问题 我们有这样的策略 我们有这样的模型 之后慢慢讲 有些人就喜欢盈亏比 我做一波 吃一波就吃一个胖子 一口吃个胖子 一口吃一波大的 没事不去吃 没关系 我可以牺牲交易机会 对吧 我可以等一年 但等到一个机会 我就要赚一笔大钱 可不可以 有没有 有 没问题 但是做之前 做这个选择之前 选择策略 选择方法之前 一定要脑子里面想清楚 这个铁三角 三 只能选二 这就是今天要给大家说的 所以之后不要说做某一个东西的时候 你看别人眼红 对吧 有些人天天愿意去 再说 再稍微延伸一点啊 有些人愿意去抄底 抄底 你的交易思路是什么 做的是稳 做的是心里踏实 对吧 什么叫抄底 买在底部 有价格优势 心里比较踏实 比较舒服 反正不跌了 涨去吧 涨到哪 挣多少钱都无所谓 反正能涨 我不赔就行了 好 这就是抄底人的思路 有些人觉得 这种思路不好 有些人愿意追涨 就喜欢做上涨 做突破 做这一波爆发式的利润 可不可以 两种都很好 各有利弊 我想说的是什么 当你选择这个时候 你想要稳的时候 这个爆发就没有了 当你想要爆发的时候 就知道这种情况 风险比较大 别眼红别人的 别让市场带来你的节奏 这才是最关键的 所以铁三角三选二 这就是交易的核心 我们策略的选择 今天就到这